這樣感覺 好請大家 謝謝 沈枱 目前議員出席人數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本席先佈開會 市府各單位主管 新聞媒體先生女士 本會同仁大家早 今天是10月31日 星期一 本日的议程是由卫生局环境保护局进行业务报告及议员的执行 首先向大会做以下的报告 一 在此向各位议员报告请假单位及人员 环境保护局空气及噪音管理科陈兴芬科长请假 由林介宏专员代理 二 请卫生与环境保护局长分别介绍所属人员及业务的报告 每集业务报告时间为10分钟 总共20分钟 三 一级台南市议会议员执行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业务咨询时各该委员会 议员优先第一轮的咨询 时间仅为10分钟 第二轮则不分委员会 依议员登记顺序执行 该委员会议员之执行时间为10分钟 非该委员会议员执行时间为5分钟 如该委员会议员以第二轮执行中时到场 主席应让该议员优先以下一位执行 时间为10分钟 第三轮以后 依登记顺序 每一位议员执行时间 仅为10分钟 好 谢谢 好 我们首先先请卫生局长做工作报告 谢谢 我们今天的大会主席 庄艺术庄议员 还有我们蔡议会蔡议员 卫生局先针对我们的同仁 先做一下简报 第一个是我们林碧芬副局长 第一位是我们黄文正副局长 第三位是汪群超主秘 综合企划科 陈敬香科长 国民健康科 陈树娟科长 心理健康科 陈月英科长 会计室无法主任 医师科 韩佩萱科长 疾管科 蔡霖山科长 食药科 许惠美科长 机查科 林美良科长 检验科 李英灵科长 还有秘书室 陈明旭主任 还有我们任势室 张松胜主任 跟郑峰室新来的 陈一堂主任 那至于我们的工作报告 第一个落实我们疾病的管制跟监测 那不管是结核病 艾滋性病 肠病毒等等 我们都依法在定期 会做一下 整个疫情的通报 那今年我想 吵得惠惠扬扬是流感的不问题 那我想最近的天气也转凉 那整个流行感冒 希望大家勤洗手 不碰眼皮狗 那当然今年的公费疫苗注射 整个额度是往年的两倍 也感谢议员先进 跟一些林理长 主动来跟我们联络 其实30个以上 都会跟我们卫生所 或我们合约医院 我们会去做一些群体的施展 那至于登革二防治方面 我们除了持续整个巡道刷清 跟各个市府的各局处合作以外 我们跨局处会议 已经举办了三次 那这个月会举办第四次 也因为去年发现说 我们整个专业的防疫人员的人数不太够 所以市政府也成立了登革二防治中心 在今年的4月20号启用 那也模仿这些灾害的防治 我们做三级开车 那以前区的指挥中心是10例以上 现在一例 就会开车我们区级的指挥中心 所以到目前为止 疫情入下以来是两例 那为了让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那市政府也买了NS1快塞式子 有万剂在备用 那相关的训练宣导 我们持续在更续的进行 那至于一些病媒纹指数 以前都是在抓绝绝 我们今年有用诱软器来看这些软的树木 也持续的发掘阳性的容器 看到绝结 让我们补一些沉稳 甚至做一个病毒量的一个筛检 希望能够在一些大数据的分析之下 可以达到科学防疫 那至于营业场所的水质的卫生等等 我们会持续在做监测 那对一些坊间在贩卖的水的贩卖机 我们会作为抽策 那当然提到预防注射 除了流感以外 其实10月1号开始 还有肺炎电流去的疫苗 那65岁以上到74岁 由市预算来支出 那75岁以上是由中央的预算说支出 那至于一些癌症的筛检 跟慢性病的筛检部分 我们今年行动医院全民健检 已经做完了 那现在120厂 3万多人已经全部做完 那甲牙申请 很感谢我们长者的这个热烈的支持 那我们持续做下去以外 我们增加一些口腔健康操 跟所谓的咀嚼功能的一些评估 那最后我们还是希望整个 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 所以我们到学校有做一些口腔健康营 那至于母婴亲善环境跟哺乳环境 那今年在韩国的比赛 我们台南的整个补给乳室的整个设置 也获到这个健康城市的奖 那不管是无菸的整个环境 跟早期療育 我们持续会做一个进行 那台南的中石化社区 是以前台检之间留下来一个 我们历史的工业 那我们持续在卫生局 邀请几个医疗院所的医师呢 在那边做一些健康检查 做医疗的一个保健的相关措施 那第三项是有关紧急救护跟医疗网的部分 那我们持续做一些身心障碍的相关服务 那这些身心障碍在我们23家的医疗院所 跟37家的卫生所 跟50家的诊所呢 其实都是免挂花费 那受益者相当的多 那也感谢我们一些医疗单位 对一些紧急医疗的支持 那这次0206台湾市的各界 也包括全国的各界呢 全力的投入 把这个受伤的民众呢 这个严重程度减到最低 那所有救出来只要是活的 我们到医院到现在为止 已经都全部出院 那都很幸福很平安 那我们会持续对这些灾民 做一些心理重建的一个建设 所以强化心理健康 及精神照护网的部分 我们台湾市设计了24个心理治疗点 这是免费做一个服务 那也到落实由下而上的精神 所以我们这一些无欲足的社区 目前有154个里做加入 那不管是毒瘾者 或者是药瘾者的管理部分 那我们这个成绩也获得 就去年获得全国的第一名 那我们会持续做下去 因为毒瘾者的数目 并没有 全国并没有减少 那我们认为说 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应该做这些实施 那食品药物的管理部分 我们除了一些教育局合作 对学校的 学校午餐有187家 做一些辅导跟这个基查以外 我们对从业人员 做一些教育的训练 希望从源头去做管理 那加水船的自治条理已经通过 那我们做一个部分的修改 那我们持续在坊间会 对这个加水船做一个抽查 那不管是肉品的管理 跟药物的管理 我们会持续进行 那当然我们会联合基查 到所有的公共场合 那来维持我们这个台南市的整个 整个效益 那最后有提到所谓的 公共卫生检验能量的部分 那感谢议会的支持跟鼓励 那除了我们极力跟中央争取预算 那也跟这个所有的这个市府呢 争取预算以外 那议会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的几乎所有的检验 都是由自我检验 所以我们也配合很多像 进发局或一些观光旅游局 百家好店啊 这个十大半首里等等 一定要经过卫生局的整个 检验或者说基查合格以后 那才能够入围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那另外呢 我们有相关的仪器会落实的管理 那台南市本身也有成立一个 生物资料库 这是把我们的行动院全民检检 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心理健康的评估的 所有资料呢 在公共部门认证之下呢 我们会提供各界做申请跟使用 那目前有两件在检验中 那也整理很多的资料 那发表在这个国际的会议 跟这期刊上面 以上报告 谢谢 那我们先会请环保局局长工作报告 今天的大会主席 庄运助议员 在场的各位议员先进 各位大家早安 那在做工作报告之前 我先介绍我今天出席的这个环境保护局的各位主管 首先是林建山副局长 黄瑞恩主任秘书 陈世章 陈世章科长 今天我们空造科的陈信芬科长因为商家 就由我们李建宗专专员来代理 我们水科林文斌科长 还有我们邱瑞基科长 我们人事事许碧鸿主任 我们秘书室赖主任 我们机查科 宁美荣科长 我们亲家科 翁坤元科长 我们土壤科 杨朝全科长 事业废管科 于宪瑞科长 还有我们会计主任 李主任 李秀敬主任 还有我们郑峰室 陈文忠主任 各位议员早安 接下来就由我来做报告 首先我的工作报告内容 在我们市府的工作报告第169页到177页有详载 那我就择要报告 首先报告综合规划业务 综合规划业务我们重点在于 加强违规则环境保护概念 总共这半年办理了五场次的环境讲席 所有讲席人数出席率达到99.23% 第二个重点就是落实全民环保生活教育及优质环境 另外我们也是持续的推动本市的环保抑制工的工作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105年总共办理了由义工转制工的培训研习活动 总共有546人得到环保制工认证 第二项工作就是空气噪音管理 在重点上面我们当然就是第一目标 降低我们台南市空气污染的浓度 所以在这半年的期间 本市空气品质不良的指标 就是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标PSI 大于100到目前为止还是0% 那当然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也要更加的努力 另外就是现在大家最注意的细咸湖为例 那细咸湖为例今年比往年稍微要高一点 那这几天也正好碰到台南市空气品质 就是台湾西部空气品质普遍不良的情形 在这边也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用口罩来防护 那另外在营建工地管制工作 我们总共推动了53处的营建工地的道路 稀少任养 总共长度达到7992公里 那这个请各位议员参考 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 补助淘汰二行程机车到半年为止 我们总共补助了2万628辆 那这个部分 今年补助 这个到目前9月补助人数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这个车辆数了 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努力 希望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另外在指前减量的作业 本市挂全国优先来推动以供代金 逐年增加 每一年以这三年为比较 都在增加100%以上 所以从这个也看得出来 台南市的市民非常配合这样的政策 我们零燃烧 把所有烧的指前的费用 拿来做以供代金做功德 第三项水域及毒物管理 在重点上我们充分的 跟河川工作巡守队充分配合 第二项我们跟地检署 还有环保督察大队 还有环境警察 一起共同合作 做环检警抓偷牌的这个工作 到目前就有绩效 目前前一阵子 我们还动员了50个人 抓了大概4个工厂 两个要停工 这个部分也请各位委员 来参阅 第四项就是一般废弃物管理 就是我们所谓的垃圾 我们垃圾从4月份推动 破袋机查检查以后 我们显著的垃圾有减量 那另外呢 垃圾减量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资源回收物会增加 我们从原来的45.2% 现在已经增加到48% 所以这也是很显著的台南市民 对于环境维护的一个配合 那另外呢 我们也增加了厨余 所以我们台南市 现在从两个厨余堆肥厂 增加成4个厨余堆肥厂 那这个也是将来我们的厨余呢 也可以提供市民免费来做再利用 第五项事业废弃物管理的部分 我们是在这一块呢 我们是这个预防跟事后追查并重 如果今天有市民检局 我们在现场抓到这个所谓非法气质 我们一定从严办理 而且一定是诉诸于环检井 共同来办理 那事先我们会比照相关的地形地物 我们也召集了农业局 地震局 公务局等等的单位 就自己管辖的空地的范围 还有农业地的范围 避免让非法人士来做请到 那双管齐下 希望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台南市的一个 非法气质的一个状况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是进入加进 到目前的这个 我们的非法气质列管场子呢 也从100年的61处 现在已经减为30处 这个也请各位参考 另外在土壤污染管理的部分 中石化现在目前持续在 进行整治的工作 那现在市运转的过程里面 也开始慢慢地进入到顺利的阶段 那另外呢 非法场子的部分 除了从61处降成30处以外 那面积高达22.2049公顷 它的意义就是代表 这些土地 这些土壤 可以重新再被我们市民来利用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环境保护的 最后的目标 那有关亲近家园的部分 就是收集垃圾的部分 我们清洁队员不眠不休 历经了两个台风 那收集出来的垃圾增量 扣除平常的数量 我们这两个台风20天 我们总共增加了5000多吨的垃圾 那另外呢 我们增加了6000多吨的树枝 这个都是增加了我的清洁队员的一个整个工作量 可是我们还是把它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一周之内就让市容恢复环境 也让我们的市民能够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面 能够从事自己的工作 那另外我们落实一礼一日清 这一方面是能够防止登革热 一方面也可以维护我们的环境整洁 那在机查检验部分 公害陈情案件这半年期间 总共受理9676件 那我们平均处理的时效 大概在0.22天 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四个小时之内 或者是在三个小时之内 就能够去见到我们的陈情人 了解他陈情的事物 然后进行后续进行处理 第九项就是 我们台南市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推动低碳程式的工作 那这个是一个跨局处的工作 总共15个局处一起来执行 那目前我们从103年 逐年都有在做这个碳量的一个盘查 去了解我们台南市 每一年所排放出来的排碳量 这个目前碳量的盘查 我们都得到国际的认证 那在全国也是第一个 进行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同时呢 各局处也在持续推动减碳的工作 那我们所定定的目标 在配合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的规定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完全符合 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 所要求我们的到1995年一半的一个 碳量的排放标准 那同时呢 我们把相关环保署补助的经费 我们用在地方 就是推动节能辅导改善政策 那希望呢 这个政策让民众可以直接受益 也得到勉励 得到鼓励 那以上是环保局的工作报告 我们会继续努力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环保局局长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发言 请那个蔡议辉 蔡议员发言 环保局局长 我再请教 保佑我不知道 柳科 长期污染 你们到底有灵力还是没灵力 来 感觉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 最近有 不是没有 我是把提前提前 不管对一党的民意代表 不管对一党的 驾我们市中的官员如何 你们应该 要以民众的利益为一揹 跟我们说是 你们如果没法导致这个污染源 根据 我们会会议 我们的环保局 有问题 你们知道意思吗 我了解 所以 政策在拜国吧 政策在拜国 我再教一个理想 在令议 哎呦 我 我要参加 就拜托李章 叫我两条 在坐 晚上 早上八条 噢 那米炒到 倒不掉了 那位李明教李章就说 噢 很久了 最近以前也更好 這兩七個後 而這個美購都破掉 我比較可能門口 類似這個 到底我們環保局 始終有的有的反射 咬爬地色的我們的沒有what 舊民每次出門都帶你出去 你應該知道 搞地方不管環保志工 安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們交不enk 算是三個 到時 flip Chambo 又找出污染 Din 所以縱罰沒有啦 我前陣子 政府的時候我有說喔 不要有的工有的沒有的啦 不應該殺人不要人殺 不管他對一黨 你也不應該有關 就要跟處理啦 了解 大家都命我 你怎麼知道是怎麼命我 我雙氣不敢說 這有說我台灣電影 在甘冠牛的證書一個 以前的心理科技研究 我出去跟他講 可惜都是污染啊 啊大家 我說不敢說這個我證書的 因為 最近有時候很多啦 我希望環保局 不能接受關注 當然我不敢說有證書 不過我現在講過了 人家家家家家的 不管對一黨的 每天都在那裡 他們都說我會利用 你知道我的個性 以前在台南館 我的個性你知道 只要有事實就好 他們去怎麼我不管他 所以我拜託一人 你們這點要注意一點 好 應該成效越來越有啦 你們相關的科長 有的壁面的所在 就不能去啦 你知道嗎 壁面的所在 不適合的中所 不能去 這我會要求 你不能去 去的時候我們說一下 壁面 好 壁面的 你會看到 我們 市政委政策 我的感覺 齁 你知道嗎 我有帶你一件事 不要跟你說 那件事大件的人齁 過去 鄉頂 公司在選去 不管你什麼地方 設定也要去 你如果這年 可以檢查人齁 問題都有夠多 有夠多 你知道齁 你們也很難處理 所以 在廣告那個地方 我的感覺齁 不是說對民間的不信心 民間的都是營利為目的 齁 正有兩三次在結 要有要選議員的人 集合 公司團隊 出來說 你們 我們始終沒有管理嗎 到底我們始終有管理嗎 有管理工 準也不準也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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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民意代表 叫我議員 我要說一個故事 這屬於這個人齁 以前 有人要設有 拜託我 說要怎麼樣 我也讓你們家的事 不管 你們去做 不要來找我 齁 我是希望 我們市政府 對這個問題 要討善的處理 當然 立志團這麼多 大家也說 民意代表 有在找 市政府有在找 必須長 你們抗那些什麼 這是 德國中心的問題 我說的 你應該聽 不要說太多 我們市政府的政策怎麼 我們 希望怎麼 我們 不準也對不對 會準不 會準不 感謝議員的關心 你們的態度是怎樣 市政府這基本上 環保局都是依法行政 當然依法行政 所以議員 所以議員 他要設要做到什麼標準 對 當然有的議員 還說好 來他拜託說 有的人公開講 像我公開講壞 因為 這間公司 他是 經濟部輔導設立 所以 他的目的事業主管之館 是經濟部 所以在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是用一個 在地政府的立場 我們依法行政 所以 我們說的 就是說 當初在台南官政府的時代是怎樣 其實那些都 演織下來 對 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是要求他 我們台南市政府就是要求他 這間公司 雖然這間公司未來 還有什麼要重整 什麼會 那 基本上 那是公司的事情 我們要求他要跟電風的交通 要能夠達到沒有聲音 這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說 電風有意見的時候 你們就要妥善處理 第一 我提醒大家就是 機長 你們對這個隊科主辦 這陌生 對我們來說 其實 環保教 他要設施 要設什麼 你要驗的時候 現在陌生 環保教 是沒有什麼許可的 沒有管理 你跟他驗說 要做什麼設施 因為他現在 我做參加 我已經跟你說 你的事你知道嗎 了解 我也不需要 引起不必要 全國辦的新聞 不過就是 我對地方設施 我沒有什麼設施 因為 這代理肚子 我比較厄 我不會倒 這有些我一個力氣 槍栓 都會污染水源 謝謝議員 對啦 我是做參加 因為我沒有管理 對這個是有很專業技術 對 我知道 因為你就知道 我最近有處理過過期 人家拜託 今天這個 鄉頂公司 設垃圾的買場 數字你們都有 有啦 這很嚴重的事情 我 希望你們這個案件 要討散處理 不能夠外出事情 我們沒辦法受罪 那時候 人家拜託環保教的時候 那就是 傳出你 難聽了 我建議 旗長 再來 旗長 你怎麼知道 鄧哥這 建材院的 報告出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有看過了 請環保教有什麼管理 你怎麼看過這本 有啦 我有看過了 那環保教可以做的什麼 當然環保教沒有說 不是說他沒有 有誰 就是代表跟環保教有關的 其實我們阿季檢討比鎮營還要嚴格 對啦 在這本檢討書來看 鎮營的檢討書來看 是說 我們是不是當作有加班 還是說我們的訓練是有加班 這其實我們在鎮營都有跟委員報告啦 我們 有需要訓練的時候我們才來訓練 我們不是說 有需要訓練的時候我們還沒辦法訓練 環保教不是這樣 環保教一直在訓練 我們不是說每天都在辦訓練嘛 所以我們是有需要訓練就是訓練 所以 很正確的我們但是訓練 訓練又去實習訓練 那都很明確啦 對啦 最終今年 去年熱烈 今年大家升職不錯吧 這點代表兵力代表 也要跟你們說 天佑台南 你們也就立一趟 那效果不錯啦 這全體的 包括你們都泡沛 對啦 我知道啦 議員說 你都沒有跟補行 聽也沒有聽 你不要把我撞得很好聽 議員說 你都沒有聽補行 我們開始說 怎樣做怎樣做 你要怎樣 什麼噴槍要怎樣 你都沒有做補行 你們都自己做你們的事 不過 不管怎樣 最少今年沒有啦 到目前為止沒有嘛 這點就是 表示你們先說 當然時間要夠了 我希望環保局 是 兵勝時啦 多減了 我覺得持續對環保局比較壞 給你的經費比較少 會啦 會先給我經費比較多 不會啦 我慢慢說 今天都沒人說的時候 我再來說 106年我們要做很多事啦 預算 一百多六年 變什麼意思 總數啊 對 在登革熱有關的 登革熱我們一向有他 預算的使用的一個規則啦 因為登革熱現在在我的看法 你的意思就是說你們變的經費最少啦 都用鐵在賣金 你不是說你有看過 你不是說你這個 鑑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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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們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環保局理局長 議員早 有一個民眾 他是騎這個電動機車 結果他就自己去找 發現說離他家最近的這個充電站 是在一個某公立國中 那局長你知道在一個國中裡面 會充電會發生什麼問題 大概進不去吧 進不去 就是平日的話 他其實是不開放的 只有晚上五點半之後 而且還有六日才會開放 而且開放是要換那個訪客證的 對民眾來講 這樣好像其實是不是很方便 那所以他就想說 那到底去哪裡可以更方便的充電 局長我們現在 總共有多少佔了這個充電站 現在大概我的五百多 五百多 五百多 我們的網站上有公布 就是我們台南市電動機車的充電站 總共有504站 對五百多 那這個民眾於是就按照這個資料 去按圖所寄 大概樣樣傻傻就列出來了 那其實你們上面有載明說 這個是免費或者是要收費的 對 那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有的免費要 有的寫要收費 那這個民眾就是按圖所寄 到了那個地方 準備要去充電的時候 那這一家民營 這是民間設置的這個業者就跟他說 我們只服務自己的客戶 所以這個我沒辦法給你服務 那所以這個民眾到那邊他就 就怒氣沖天 你這根本就是騙人的嘛 是 你就把我寫免費 結果我去 他要太錢 那我想對業者來講 無可厚非 這是他自己設立的這個充電站 他服務自己的客戶是OK的 可是我們環保局的資料 列在網站上 寫免費 結果民眾到了現場要收費 那這個就是欺騙民眾 那我覺得這個各站的設置上 這個絕對要再去清查 要去了解清楚 謝謝議員 因為那天民眾到了現場 他就很生氣 他就覺得說 啊太這樣 那到底 我們有沒有再逐漸的再去增加 這些公立的充電站的設置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的絕大部分 是私人設置的比較多 我想以我們的區域來講 就eBay區來講 其實如果以比一來看 還是以私人設置的比 我們環保局設置的多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逐步的 在增加這些免費的 公家設置的這個充電站 是 跟議員報告 這個私人的部分 當然因為他買賣 所以他提供服務 那剛剛議員提到的這個 這項我們的缺失很重要 我謝謝議員提醒我們 那第二個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在 充電站這個 在我們亮麗晴空計畫 我們在社會 在市府的所有局處 我們都希望他能夠公開的場所裡面 都能夠提供啦 是 所以像區公所 像很多地震事務所 像這個等等 我們都希望他應該要有建置 是 建置了以後 然後能夠提供騎電動車 甚至優惠電動車 要有固定的停車位 不用跟人家擠 那當然這個是現在 這樣的一個要求 各個單位 因為有時候 預算的問題現在慢慢在推動 數量沒有辦法 一下衝那麼快 那這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持續在努力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公家的都不要錢 當然 公家的都不要錢 那私人的 我們詢問他的時候 他也說不要錢 事實上我跟議員報告 充兩個小時 大概可以騎40公里 電費3塊錢 他收個10塊錢 正好一個銅板 大概是這樣 其實就經濟來看 就錢來看是沒有很多 但是那個方便性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那另外一個議員講說 其實現在已經慢慢 再走一條路 就是 充電 在家裡充電 那現在的機車已經走向 直接抽換電池 所以如果我們一下 充太多充電站 未來的這個趨勢 如果我們一下 充太多充電站 那可能將來又變成 是我們講說 蚊子充電站 所以我們自己也是在 我想隨著政策的改變 要一直去檢討跟調整 太多我們就測掉 那也不用去浪費那些資源 已經設置了 那當然要去檢討它的實用性 這個我絕對會做 到底它的狀況怎麼樣 那各站 是不是真的符合你們 你們所列的免費跟收費 這個也要了解清楚 資料至少要正確 當然這個不要讓民眾去了 然後就結果很生氣的回來說 今天就要擠 今天就要沾充就不要再充 不要說收錢 如果說收錢給他充 那又其次 他是連充都不給他充 他說只服務自己的客戶 那我覺得這個機車廠不一定有錯啦 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 自己設置的一個點 也是他的店 但是我覺得我們環保局的資料上 真的要再加強 那像您剛才提到像區公所一些公家的點 其實像北區來看 北區區公所也沒有設置 對 我們現在已經在開始要求 對 所以其實以公部門來講 其實我們應該比較方便可以設立的地方 其實也都沒有說很快的去設立 很普遍 目前沒有很普遍 是 所以就牽涉到局長講說 或許未來政策會調整 那以現況來講 還是得怎麼樣讓民眾方便 才能夠真的達到這個節能的這個意義跟目的 也能讓這些民眾能夠更加的 更加的方便去使用他的電動機車 因為像我這個案例 他是一個身材比較矮小一點的女性 那但是他 所以他只能騎電動機車 然後他充電上他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他就是在家裡附近 找不到一個比較接近 然後比較方便的充電站 那我想這個對他來講就是一個困擾 那這個問題也期待說 局長這邊能夠加速的來解決 那另外其實剛才 蔡議會議員也提到 關於其實最近在很多相關的媒體上 我想他們其實一直在推廣 像無保這個地方 這個小孩 其實當然是一個水源頭 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美麗的地方 其實在地的民眾也都很熱心 包括里長大家都在維護這個淨土 那我想牽涉到很多關於法令上的問題 那我想請教局長這邊 到底我們地方環保局 在這樣的事件當中我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說過我剛剛有報告過就是說 環保局基本上是一個地方機關的環保主管機關的事業機關 所以我們會去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從以前到現在的整個發展 那在局長您的立場上 在您的專業的認知上 你覺得這個地方適合設置這樣一個 也蠻強嗎 這個因為涉及到 現在太多方了 那 因為它這個案子 由經濟部輔導設立的過程裡面 環保署我想專業的人士比我更多 當年92年跟99年的兩次環差 也給它審查通過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我如果表達我的立場 是太個人的立場了 因為整個環評會它是各式各樣的人員都有 不過當然最近也有很多人提出新的市政 對不對 包括它是什麼斷層等等 那這些新的市政 在我們環保局 我們就是注意地方的一些市政跟言論 我們就會趕快收集送給我們的經濟部 這些事情 事實上它是一家私人公司 你這個私人公司要主動出來說明 你提出來的問題是什麼 而不是說由環保局來給它回答 因為環保局不代表說你這家公司能不能營運 所以我們現在的立場就是 請這家公司要能夠主動的去跟這個 能夠溝通或者是怎麼樣 當然會有堅持立場的這個事情 這個我們都預知 我想地方是非常堅決的在反對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們我想台灣美麗的地方 真的其實需要好好的保存 所以其實我想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環保局這邊還是要 收集地方的意見 那各方的聲音也要給環保局 給中央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參考 那還是我想這個美麗的淨土 我們站在跟地方一樣的立場 也是希望可以保留下來 不要說有一點一滴可能遭受污染的可能 我想這是我們的期待 也要請局長這邊真的是要密切的注意 而且要協助地方來妥善的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一直在這個紛擾之中 沒有辦法有一個圓滿的落幕 我想這個部分請環保局這邊要再加強 好 謝謝局長 謝謝主席 我們下一位請蔡義智 蔡義妍發言 謝謝主席 衛生局長 首先呢代表我們原住民的鄉親 跟衛生局說謝謝 終於能夠達成我們的需求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 裝置假牙的這個政策 能夠把我們原住民也列入 我們現在原住民的這個 就是原住民的年齡下 來裝置這個假牙 我想很多我們的鄉親呢 都一直打電話到我們服務處 也很高興 但是呢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要在哪裡裝 那到底這個假牙 因為很多人也裝過假牙 假牙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好像每天都要去加黏那個什麼東西 我是不太清楚啦 因為沒有在裝那個假牙 假牙黏著計 黏著計 他說為什麼一定要盲口 全部都掉了才能夠裝 當時我一直跟局長 這個拜託就說 看看是不是這個 那個咀嚼比較需要的這個牙齒 我們優先來做 結果這樣是 當然不能說一直要求你們 無限的要求啦 但是呢我們是希望說 現在還很多人的門牙 這個部分都還很健康 但是咀嚼的這個功能的牙齒呢 好像很多很多都都比較那個 都都比較需要裝 是不是有沒有 往後有沒有這樣子的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政策 或者是幫我們爭取 不管是我們原住民也好 好像這個長者呢 優先這個牙齒不好的地方 都是咀嚼這個功能失調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局長這邊能夠協助 爭取 好 謝謝蔡議員 我想 假牙的政策不是衛生局的功勞 因為這是由市政府編列相關的預算 那到議會通過以後 那這個也是讓原住民朋友 有多一個機會 因為不管 像上一次蔡議員提到了以後 我們也去研究中央相關的法令 發現說有些健康的政策 對原住民來講 的確是用55歲 所以我們認為朝這個方向去進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一次也成門 這個整個市政府同意 那我們下修 就把原住民從65歲以上 才能做假牙的全台南市民的政策 下修到55歲以上 那至於目前還是維持 剩下三顆兩顆一顆的情況之下 才做上二 那下二如果三顆兩顆一顆 才做下二的部分 最主要也是一個公平正義原則 因為經費是有限的 大家知道說現在牙醫師朋友都非常的忙 連我自己要去預約 都要預約兩三個禮拜以後 才能夠看到牙齒 所以如果把所有的資源 所有人都可以做的話 第一個預算的額度是不夠的 第二個牙醫師可能一下子 不能夠安排那麼多的病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先求有 我們再不然再求好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對長者的一些生活上 美觀上一個評估 我們有七項量表 那後來發現說 這些長者這六年來做完假牙以後 這個生活量表已經恢復到 一般民眾就是一般長者的生活 就不是表示他願意外出 身心靈的健康都變成很好的情況之下 我想假牙政策影響的不只是咀嚼功能 相對的還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面向 比如說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他也比較願意出去怕痛 那另外呢他講話比較不會流風等等 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 那我們感謝議員當時的提醒 那我們這個政策又會持續下去 那至於相關的細節 可能要慢慢去再去了解 然後相關預算的編列 我們再去努力 跟謝謝議員的建議 謝謝局長 還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在我們這個社區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選民都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就是說流感疫苗 大家都在電視上看到 或者是大家互相在討論的時候說 為什麼自費的都會不夠 這個自費的 公費的好像都有剩下 大家都不願意去公費的地方 這是免費的 大家都不願意去那邊打 我那天也到衛生所去看一看 也到那個私人診所去看 那我就問說60歲以上 就是達到那個打工費疫苗的這個資格的人 他說那個疫苗還有剩下 自費的就是現在你要等 我說 後來我就問 那結果 不是醫生講的 是那個 在那邊等的人 就講說 我跟你說 自費 油比較好 公費 油很差 不要煮 他說 我說 我說 像這樣子的話 也許就是 餘兒傳兒 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 讓人家有這樣的餘力 我們希望說 在這邊 能夠得到 衛生局這邊 能夠正式的 對我們的市民來說明 公費跟自費的差別在哪裡 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去年流感的疫情非常嚴峻 那發現說很多四五十歲以上 沒有慢性病的年輕或青壯年居然死掉 那去年因為流感重症死掉 高達四百多人 所以這次中央跟地方合作 就是把疫苗的施打的比率 大幅的提高一倍 就是說去年全國要施打三百萬劑 那今年提高到六百萬劑 像台南市本來每年差不多打二十三萬二十四萬劑 那今年打到四十六萬劑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公費疫苗註冊 因為他的年齡 從出生六個月一直到高中三年級 本來是到國小六年級 那本來是六十五歲以上 現在也下修到五十歲以上 所以這次公費疫苗的整個推行 其實政策非常的踴躍 那相對的就把所有疫苗的額度 都搶到公費來 因為大家知道說 所有的這些疫苗廠商 他如果沒有優先交給公費疫苗的話 那相對的有可能會接受到 因為罰款的相關問題 那也因為往年這個自費市場並不大 我認識的一些診所 一年只近五十劑左右 那既然一進來以後五十劑 有心人士就是說他心裡想自己更健康 所以他可能五十歲四十幾歲 他希望智慧施打 所以把這個智慧市場也整個炒熱起來 當然不可諱言就是說 智慧市場是他的施打跟公費的疫苗 其實來源是差不多 但是公費疫苗目前採取的是三價 三價就是說三種的病毒 就兩種A型一種B型 那智慧市場是有兩種 一種是三價的 也一樣是兩種A型一種B型 那有一些是買了四價的 就是兩種A型兩種B型 所以他在智慧市場可能收費到一千塊上下 也因為他是三價跟四價的關係 那其實疫苗廠商在全世界或國內 就是只有這幾家 所以跟品質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想你如果這個用智慧的四價 我們平常講這好像在猜題一樣 說你有選擇四次的機會 那基本上是比較容易可以選對的 這還是要跟所有民眾做一個宣導 但是公費的疫苗三價 其實歷年來猜對的比率也非常的高 因為所有的疫苗本身都是一年前 世界衛生組織就會依照這幾年來 相關流氧性感冒的病毒 他的病毒株基因的變化如何去突變 然後去做一些預測 而且從決定了以後 疫苗的種類到真正疫苗做起來要九個月 所以這個他要很花時間的情況之下 那我想今年以目前施打的情形 我想今年全國台南世界一樣 我們流感的這個比例 得到了一定會大量的減少 那就算得了以後 他雖然疫苗沒有辦法百分之一百 只有七八成的保護率 但是他症狀就會減低很多 相對的重症就減少 那死亡率也減少 那我們也請感謝議員的推廣 我知道你也有找了幾個鄉親朋友 我們可以集體施打 讓市民得到比較方便的一個 施打疫苗注射時間跟這個場地 謝謝 這個還是要宣導一下 我說有機會的話還是多做宣導 就是說這個疫苗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 要不然有些人就很明信 或者是很相信這個 在外面這樣亂講 我覺得是對這個也不太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下一位請陳靜忠陳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流感疫苗今年的施打 是從50歲就開始施打 還有高中以下 那當然擴大的市民很廣 那當然有一個我想請問一下 那局長有打了對不對 跟市長都有打 那你們打的是什麼廠牌 我們的疫苗我也不知道什麼廠牌 因為目前有三個廠牌 那是疾管署什麼時候調多少來 我們就直接施打 像那天我們施打 我們衛生局也一樣 我們是不管廠牌 目前有三個廠牌對不對 兩個是進口的 一個是國內的 國內是叫做國光 是 那進口的廠牌是諾法跟巴斯德 那因為我想 剛剛我們蔡醫治議員也談到 就是說有品牌的一個迷思 一般的人會覺得 進口的廠牌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那國內的廠牌的話 就會比較差 所以 人家就會選說 要打國外的一個廠牌 我不知道 現在這個疫苗的一個比例是多少 這三家的廠牌 我們採購的這個比例的一個情形 我細節我不太清楚 不過因為這是由中央直接調播過來 所以我們這段期間就是用單一廠牌 所有的合作合約議員都一樣 那一段時間一段時間再去調播過來 比例多少 因為這個廠牌的話 全部的是由中央採過的 那他每個禮拜 一個禮拜四會撥配疫苗過來 我知道 我是說這三家的一個廠牌的比例大約多少 你們有做統計 沒有 這是由中央直接撥配的 我想你們應該要做一些統計 因為怎麼樣 因為這個劑量的話 可能為了你要統計 是不是它的一個副作用 那我請問一下 這三個廠牌目前的副作用哪一家最高 其實疫苗本身的副作用都是很輕微 因為這個有一點像 我們在健保 在做預防住的時候 我們會去住自己的廠牌 當然萬一它是整個副作用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去回溯 它整個相關的情形 我們才會做一些 像中央有些疫苗的賠償方法 那大部分打 像我自己打 歷年來我都有打 我這二十幾年來當醫生來 因為強迫我們認為這應該打 因為醫生接觸很多的這些疾病的病人 不管是我在開刀房或者在門診 但是他打了以後 基本上是稍微輕微有一個痠痛而已 那少數人就一兩天也暗疲暗疲 那有些人會皮膚會紅腫 那更少數人還是會有一點發燒 那另外呢 可能第一次施打的人 他裡面對蛋白會有一點過敏 那如果打過人知道你沒有過敏過 那為什麼要問到 跟局長請教一下 就是說這個廠牌的問題 事實上目前的民眾 都有這個廠牌的迷思 他都認為進口的廠牌是比較好的 那國內的廠牌可能就是比較差 所以如果你這一批是國外的廠牌 大家就三個去租了 公費的大家就去打 如果是國光的人家就不打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 據本席的了解 今年的副作用最嚴重的是 是進口的廠牌 是巴斯的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接到這個通報 跟議員報告 這個還是要整個數據去做 一個大數據的統計 對啊 所以我剛才問嘛 你們連那個統計的數字都不知道 有多少劑 你哪知道整個的副作用是多少 只要有副作用我們會做一下註計 但是這是指嚴重副作用的部分 目前這三家的廠牌裡面 有哪一家因為副作用 住院的或者是死亡的有沒有 我們是台南市是沒有 沒有嗎 我就知道有人住院 你還說沒有 我說死亡的部分 死亡沒有住院有吧 通報你們你們都不知道 跟議員報告 我目前是沒有接到 我們有住院的 沒有住院的 沒有 如果有你要怎麼辦 我來追蹤一下 有通報啦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這樣子 就是說只要疫苗 他的權利義務 我為什麼講這樣 他只要住院 他如果真的是疫苗引起的 這個本來就有一個賠償辦法 我為什麼 因為 所以醫療院所不會因為這樣子 而不願意做通報 因為他也是 醫療院所一定會做通報 就是說因為 病人本身還會 打流感疫苗造成的一個副作用 所以你們有規定要通報 讓你們知道 因為這個也可以作為 未來因應的一個對策 對不對 那事實上 目前就是有發生 對不對 看起來 過去 很多的民眾認為 進口的疫苗比較好 今年推翻啊 今年的一個副作用比例比較高的是進口的啊 對不對 我的了解就是巴斯德啊 巴斯德他 剛才局長所講的 他的皮膚的一個縫腫 或者是蕁麻疹 整個都有發生啊 甚至有人因為這樣子住院 然後 然後 有向你們通報 這個資料你們再查一下 絕對有通報 謝謝 啊所以呢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所以你們的整個一個宣傳 就是要讓大家了解到 不是我們國內 郭光的廠牌 比較差啊 對不對 甚至於是國外的廠牌 那去年的副作用是更高啊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是不是 請你們距離要注意一下 我再請問一下 那今年的施打力好不好 還不錯 目前一天超過一萬個 所以到30號 就是今天是30號嘛 在昨天差不多有接近30萬劑 是 我們的額度是46萬 那媒體都一再再報導說 整個的流感疫苗的這個不足啊 有這樣的情形嗎 呃 剛才講過了 公費疫苗是非常充足的 那是那個自費疫苗的這個 我們剛才講過 如果他如果30幾歲 40歲 他對身體健康 還是因為他覺得他平常很容易感冒的話 他可能會要自費去施打 那因為今年 因為他到全國 全世界都在搶流感疫苗 所以CDC 因為去年整個台灣的疫情比較嚴峻 所以他搶了非常多 六百萬劑進來 那相對的能夠供應給自費市場 就比較少 那我剛才提過了 很多自費市場都是一個診所 他其實才一年才準備50劑 那以今年來講 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就打光了 所以中央也有掉過 公會沒有問題 自費可能有一點短缺 對 但是他公會 自費的部分 由公會疫苗掉過8萬幾 50歲到高中要施打的人數 其實講實在話不多 比例很低 沒有 這個增加的人數也相當多 因為大家 沒有 我意思說 從高中到50歲到49歲 這個打的一個比例本來就低了 應該這樣講 在往年的確是比較低 但是因為去年整個 剛才提過了 40 50歲以上沒有慢性病的 也很多重症甚至造成死亡 所以在今年的整個相關的施打率 也因為去年疫情比較嚴重 就提高很大 那所以 智慧市場的需求量也變高 那我自己有個群組是 Nine他們也會互相調播相關的疫苗 那中央的部分也有 就要播8萬劑的工會疫苗 給這些智慧市場先施打 因為他庫存量還很夠 那所以這個地方 等他們自己再進來了以後 相對就會回到 這個工會疫苗注射的部分 好 之前媒體有報導 在桃園市有發生 六個鄉鎮 因為那個艾滋病的一個篩檢 沒有經過當事人的同意 他們就直接給人家檢驗 然後還 健保 就是申請健保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 我們台南市有沒有在做這方面的檢討 我們自己查過是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所有的艾滋檢驗 除了他自己去檢驗以外 我們醫生 護理人員就要遵循所謂的 告知後同意的部分 台南市都有經過他們的簽名 對 一定要告知後同意 因為這個是比較人隱私的部分 都一定要同意要簽名 這個跟一般我們抽血不一樣 抽血的告知後同意是 所謂的身體的語言 我是想提醒衛生局 這部分要注意一下 不要發生像桃園市這種情形 這個新聞出來 我們馬上就去盤點了 發現出發沒問題 那審計部最近也有來 我們配合他再去盤點一次 目前發現沒有怎麼可以抓 你那個今年度105年的話 你篩檢多少艾滋的Case 確診的有100多位 但是大部分都是性行為引起的 不安全的性行為確診 新被抓到了 新的嗎 對 新的 新的個案有100多個 是 有那麼高嗎 100個沒錯啊 因為它是 不是 不是因為增據引起的 就是 性行為引起的 就是不安全性行為所引起的 對 現在全國 因為愛知大部分的七八成以上 都是男男同性戀 就是性行為引起的 或是雙性戀者 對啊 那一小部分是所謂的異性戀 那更少的部分是以前是 所謂的增據 共用增頭的部分 這個已經降到非常非常低 那你 現在100多個嗎 你去年度 你抓到多少人 全年也應該差不多100多個 現在越來越多 你是越來越多 對 那越來越多的一個 原因的分析上 你是有沒有做原因的分析 好 再給一分鐘 那你那個趨勢就是越來越多嘛 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照很多 是不是因為你的宣傳 今年度有停頓掉 因為你登革樂都在宣傳登革樂 那你之前我還記得 那個原副市長跟我們局長 還在宣傳這個 愛知的一個防治嘛 就是像你增頭的部分啊 其實我們 今年好像比較冷喔 我們所有的業務都有持續做 包括我們有男男同性戀的服務中心 就在我們南區 是 那相關的一些 性行為等 我們到一些特殊的場域 像三溫軟 他們比較常進出的地方 我們都有去放一些保險套 相關的等等 我們持續去做 不會因為其他的業務而影響 這個愛知的整個相關的防治 但是因為一些性行為 我們說安全有一套啦 我們希望他全程戴保險套 但是有些人還是會錯誤的 因為他男男的關係 他會抹一些潤滑劑 但是他用油性的 有時候會造成保險套環 會容易破掉 所以我們在我們同事的服務中心 也有 我們叫彩虹街六號 那我們也有放這些水溶液的這個 局長 局長我可以請問一下 剛才你有特別提到 南南服務中心在我們南區 南區的哪裡 衛生所的樓上 因為我們不太曉得 因為有時候要知道 如果遇到有這樣子案例的話 至少我們知道有一個地方 可以做一個轉介 那個地方是我們全國第一個 國立 就是我們公家設置的服務中心 那裡面的服務人員 也都是同志 我們有很多的 可以在那邊做心理的篩檢 做一些血液的篩檢 甚至他到國外旅遊 哪些地方是比較安全的一些 遊樂場所等等 我們都有相關的資料 跟這個書籍 我們地方的旅長 那因為他是一個獨立很隱密的空間 所以我們設在那 那旁邊也是區公所跟第六分局 所以就安全也比較無語 這個訊息有時候要讓我們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才想要 萬一有這個案例的話 我們可以有地方 可以去做一個轉介 好 謝謝局長請坐 好 下一位我們請 唐碧兒唐議員發言 好 謝謝 局長 剛才我們幾位同仁 都在關心這個流感疫苗的問題 那我們衛生局這個流感疫苗 已經從10月1號開始開打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已經打一個月了 但是呢 施打的數量卻只有一半 因為有很多的民眾都不清楚說 啊到底要去做主啊 那中央今年已經持續 擴大施打的對象到50歲以上的民眾了 但是也很多人不知道說 自己也在施打的對象呢 早來我給我出門啊 不是說啊我自己當主 早來我給我出門 所以標示怎麼樣呢 標示我們衛生局 全團不夠 標示我們衛生局 很多很多民眾都不知道啊 那剛才 局長你也知道 這個流感啊 跟感冒的症狀一樣嘛對不對 有類似的地方啦 嚴重度比較高 但是一般人呢 都是認為說是感冒嘛 但是這個致命率 卻比感冒啊高好幾倍 一旦得到流感的話喔 這個治療的過程 也比一般的感冒要長 那對於年長者 更是一大威脅 雖然我們市政府 有在LINE上面有積極的宣導啊 但是喔 效果 不好啦 為什麼呢 目前啊 我們施打疫苗的公費 比例啊 高風險慢性的病患接種 只有1.22% 那50歲到64歲的成人喔 只有6.60% 6.60% 那孕婦呢 只有8.22% 那孕婦呢 只有8.22% 為什麼施打一個月 只有一半 剛才你說30來萬 那都是什麼 那都是學校啦 學校 我們衛生局 衛生所都會派到學校注射嘛 對不對 學校醫護室嘛 所以那個都是學校的學生所打的 36萬 那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衛生局 對這個流感 沒有給民眾 全粉的知道說 這個流感 會嚴重性 跟他本身 是不是可以做 做 超過十個以上喔 學長喔 不能看LINE啦 看不懂啦 你要叫他怎麼看LINE呢 他根本就不會 他根本就看不懂 學長喔 要不要說明一下 謝謝議員 我想 我剛才提過 那個百分比是指說 因為我們本來 中央工業的疫苗 本來就沒有辦法 涵蓋所有的人 所以才有那個比例 看起來是偏低 但是如果 以他分配給我們額度 我們幾乎已經達到六成 就是說我們本來是 46萬劑 我們已經達到 30萬劑左右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現在問你喔 我們會繼續宣導 可以打這個流感疫苗的 隆重 我們台北市 188萬劑空 多少人 可以有這個資格 可以施打 我們沒有去再做細分啦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能這樣 跟本市回答嘛 你根本不知道 188萬的市民 到底有幾%的市民 有到這個主権 或者這個條件可以做嘛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這個 我們會持續齁 在各方面去宣導 其實議員也知道 我們在很多地方 有在做選擇 那至於說民眾 什麼地方 那一些媒體 報紙 電台 甚至跑馬燈 我們都有在做 那為什麼施打的 這個比例還是那麼低啊 我想施打是民眾的權利 也是義務 他有權利是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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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過他的 健康他的生命安全 我們會利用像很多的里長 區長的會議 我們也都拜託行銷 好那我也拜託很多像議員跟里長 你只要 你們在做民眾服務的時候 幫忙聰聰 我們會過三十個 我們就過一組 你那色車有沒有宣傳 有 本色車 有宣傳 好 那我 希望 里長 你透過 我們的 利 所有的利 不單是區 利 還有人長 請人長 每一項 去把他們利 的利民 你怎麼做一張 宣傳單 給人長去發 這樣好不好 我們有一些文宣 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你沒有做 我現在建議你這樣做好不好 可以啊 但是我們這七百五十個里 我們盡量跟登革熱房子一樣 把這個稍去考慮他們 好那你行坐 我知道這樣 你是說年輕人 但是這點沒有還不夠 要補充來 還要繼續加油 來請坐 彭博雄 議員長 我們這個 麻豆 之前 那個漁溫 台塑公司 非法清倒 那個石灰 是 然後那個地方 又被清倒 有重金屬的不明的污泥 是 其中包括 會引發 氣肺病的這個 極細微的玻璃纖維 那台南市環保局 就是你們 今年八月 有機會去採驗 目前先對地主來開發 六千塊 而且可以每日的開發 並且要求限期改善 我們衛生局 你們說會持續 這個最大的廠商 釐清這個會氣肺的來源 你們現在 處理得怎麼樣 好 你們怎麼處理 有對中嗎 來說明一下 局長 好 謝謝 那個 玻璃纖維他在地用 灌 加上水泥漿 做回田用 那這個他的來源 我們大概都查到了 那也要求地主 跟餘溫組都改善 那目前 現在改善 都全部再回去原廠了 有沒有再清道 當然 那一家再利用廠 已經被我們 停止再利用的資格了 所以他就不能再進 把那個玻璃纖維 再加水泥漿 那他會不會去別處到 他不能再利用了 他再收 他再收就要移送法辦了 對 對 這個就是 那個 刑事的責任了 對 他如果再收 因為玻璃纖維是 一般事業廢棄物 所以他不是有害 我知道 但是問題是 你這個公司 生產這個有毒的這個 廢棄物啊 我跟你講啊 市長 你如果沒有改善 你沒有處理 馬上把你斷水斷電 這樣公司 你敢不處理嗎 我跟你講 你給付六千塊 這次的膝毛而已 一支膝毛而已而已 他不怕你發 你 就算你一個 一個月 還是一個月 一個月給付六千 對話說 那是 小case 所以你要 配合幹部教 因為 他 他的 三病是在公司生產的 在公司生產的 就是 行政措施 公務局 就可以 給他斷水斷電 廢棄物心理法 是不是這樣 教長 要求限期改善 他如果沒有改善 就可以停工 斷水斷電 程序上是這樣 那 局長你現在還沒有 確實在監督這些 污染 土壤的清楚 都OK了嗎 都全部清楚完畢了嗎 你是說 這個個案嗎 對 這個個案我們就是 依照程序 做下來以後 他現在目前已經 被我們測證了 被我們測證就是 他以後不能再進任何 玻璃纖維等等的這些 廢棄物了 所以我們會去查 不定期的去抽查 他還沒有進 玻璃纖維這個 這個廢棄物了 對 對 我們這個 我們用地 三分兩處 傳統說 都給 那些 無良心的抽象 公司 黑白豆 有毒的廢棄物 污染的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這是叫我們的民眾 要安心 跟他吃 那個 魚 農業用地 就是應該農用 民眾吃起來 不要安心 所以本身的建議 公保局 你應該將對 曾經被污染過的 這個魚或是農地 進行積極的巡查 因為這些土地 極有可能 會抱著怎樣 便宜行事的 這個有心人士 來清道污染 沒有等到都去我們污染嘛 你再去開發 那些時候 都不會負期了 為死一晚了 對 馬上都已經照 好 再給一分鐘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雖然公保局 正對這麼嚴重 為我們民眾 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 不斷的事情 我們看 公保局 經過要重視 2000人嚴格 來處理 開發 還有巡視 不定期的巡視 是 積極的 要 不定期 是要更 常態性的來 來巡視喔 好 我們有結束 這些不良心的公司 跟秋風 有結束 還要到這裡 有哪個東西 要害我們的民眾 好 這雖然 這雖然的主人 你也要把他選桌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有重點區域 會按照議員的這個方法 那因為這個真的是 魔高一尺 我們要比他道高一丈 那最重要的就是真的議員講的地主啦 余溫帝你不可以這樣隨便 那輕輕散散的 為了要選擠 你怎麼結束說 你給我們當這個 以愛負責任 你會有這個嗎 好 我們下一位請李維英 李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先來請教環保局 叫什麼沒關係 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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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密你 你一台公務車 一般我們 尊重開公務車 一般都大概多久 使用連線 你們大概多久泰換一次 那個依照政府的標準 多久嗎 十年到十五年 十年到十五年 好 尊重你自己自家用的車一般 你開過的最久是多久 十五年 大概十五年 主密請坐 局長 你咧 你現在一台公務車 你所使用的公務車 一台 擁有多久 我那陣子在新年的時候 那台車可能有十幾年有 十幾年有 現在是用原來局長流下來的車 原來局長 所以大家一般大概都十年 應該不會超過十五年 對於永康市長移過來的 永康市長移過來的 你自己輸人的車呢 最久開過多久 也是十年 大概十年 局長 我想 其實 我剛才跟你問這個 你們應該很清楚 一般的公務車 你們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使用 你們可能就是因為你們 可能要去新年開會 或是感察可能議員 有在找人 需要協調 你們可能做使用 局長的公務車可能會比較操勞 因為局長常常要去國內 去巡視去開會 但是 完全想 我這樣聽起來 不管是 我們對公務車的想法 或是對自己 這個司令用的車的想法 大概一般大概都十幾年 大概都十幾年 大概不會超過十五年 我請到局長 尊責你的車 尊責你的車 在那裡 波雷破掉 當風玻璃破掉 你怎麼會換 會 一定會換 對不對 你怎麼會 等鐵部打好之後 還繼續開 不會 你也不會等鐵部打好之後 還繼續開 沒有問題 所以我想 剛有當一個主管 可以告訴我 你們 不管是輸入你的車了 或是公務車 所以 波雷破掉 你們還要打鐵部 還要繼續開 才可以拿手 除了不會有修理 應急之外 有嗎 沒有嗎 所以大家 波雷跟蘇公破掉 都應該是 趕緊去修理 修理好 車才會繼續 沒有問題 我們主廚有在討論 好 我接下來 拜託議會 可以幫我 放幾塊的影子 片 下一張 教授 我要幫你報告 這些車量 就是 台南市環保局 的回收車 這些回收車 是本身特別去 我們南區區區 來接送的 再下一張 教授 這樣看得到清楚 再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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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教授有波雷 波雷破掉 而且這是在駕駛座 駕駛座 駕駛座 波雷破掉 再用鐵部倒好 再繼續開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下一張 我就 回到那個 玻璃破掉 那個鐵部開的那張 好就這樣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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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請教 你整體 對到我們 回收車 所用的上 還是什麼 因為我來 調相關的資料 我們南區 雖然不是區 那個第一名 但是也已經是第二名了 我們南區 竟然有 五台 超過 十五檔以上 的回收車 而且 這五台 裡面 全部都是超高齡 都超高齡 那些議會所說 都準備 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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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九檔 十八檔 十七檔 我看 裡面最多 應該全部 都在我們南區 年紀最多 都在南區 所以我剛才 也有 跟各位局長 還是各位主管 請教 如果我們家裡的車 如果搬去 鞭蕾 或搬去 一定不會 把鐵部開 一定不會 但是 我們區對 我們這裡的兄弟 每天這麼辛苦 出門 在收 本舍 在收 回收 結果競然 他們是這麼 舊的車 他們是這麼 飛險的 這個 被 學長 你這 有要跟我們改善嗎 這十七檔 就要改善 目前 還有這個情形 我會要求 我們的客長 要隨機了解 其實我們有 我們是 沒辦法買新車的車錢 是沒那麼多 但是收理費 是每一年都有變 所以想這種 改動要收理的 我們是要要求 我們的 沒有啦 十八十九檔 的車 你還要繼續收理 應該換新的了 當然 如果可以換新的 我就會優先 你每年有變嗎 有 每年有變 變幾隻 我現在目中是十七檔 十七檔 拜託 優先把我們淘汰一下 好嗎 你想辦法按到 他的年豬 我們就是按年豬補 好嗎 按年豬補 因為特別是 我們 南區的回收車 是沒辦法提安的 對啦 你的所容是很大好 跟蘇公也直接 爬會去 我們是沒辦法提安 我們不只讓我們南區 我們讓我們安平 到當區去 是 所以我們讓我們的方圍很大 對 特別拜託 局長我知道局長很辛苦 但是也是 這我應該要做 沒問題 要拜託局長 局長可以更了解 我們第一次的這些 辛苦的地方 危險的地方 所以特別拜託局長 這間一定要處理 好嗎 好 好 拜託局長 我覺得這是安全的問題 所以這台要先換 這不關你幾年 不只一年 不只一年 我知道我也去了解 幾年台我們超過十五年就五個了 我知道 拜託局 好 今天我另外一個請教 我之前也有特別 跟我們環保局 這個要求 我之前有欺負一張贏 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繼續放 之前日新客 這三個五時 都有讓人倒 累輸 無關是家庭的灰水 或是工業的灰水 做生幾條家 全部都泡沫 不知道這個部分 這個炒得到 今天炒得到 校長 有沒有查到 報告議員 當時議員你一交辦下來 記者會結束之後 交辦下來 我們同仁就已經到現場 整個永城路那邊去查 是沒有查到那個相關的 那個污染的工廠 不過當時可能 因為登革二的關係 是在想說 是不是說有民眾 他利用那個肥皂粉 灑在那個水溝 結果下 那時候下大雨 整個雨天的時候 所有東西衝出來 所以不曉得各種 在探討各種原因 對 還不確定 肥皂粉有栽調 民眾有可能這麼大 對 要不要倒五六公斤 十公斤以上 一般的民眾 沒有了解 倒十公斤的肥皂粉 倒綠卡裡 為了要防止登革熱 讓他 讓他整條 整條卡全部都泡沫嗎 有在探索各種原因 但是因為當時 我們也請同仁 整個所有附近的工廠 因為那一條溪的上游 沒有列管的工廠 我們同仁有一間一間去 都沒有發現可疑的污染來源 好 科長 我要跟你說的 這是一個例子 局長 因為那天當你發生的時候 我就有卡通給你們了 你們當然第一時間 有大概30分鐘 有派人來 當然第一通電話 告訴我 你們有取樣 他的PH值是中性 但是第二通電話 告訴我 這個取樣 可能不完全沒有辦法判斷 他有沒有毒 這個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要跟局長 拜託 不管是在新家 或是去其他地方也好 有可能參加污染的時間 我們第一時間 雖然我們更快 因為我們 當然我們可能 到大家交通上的時間 但是去到現場的時候 有可能 污染的這個中庭現場 已經有可能被破壞 特別是最困難的這個部分 特別是因為 有可能因為氣候變成的部分 他有可能落大火 或是說落大火的時間 有可能四周圍 來這個 照到這個機會 這個來拜訪 當然 目前我們的立新家 很安慰 四周圍 都是這個 合格的這些工場 合格的這些長相 所以 科長有說 這個減染起來 都沒有這些問題 但是相對 可能不只是 立新家 可能有其他的所在 有可能 因為落大火以後 照相對外來的所在 來拜訪到這些無限 有可能 科長這要怎麼查 如果說 真的是草叛外園 有可能是草車請到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 調閱附近的相關監視器 好 再給一分鐘 這個主持 特別跟 教長科長拜託 因為 很不可以 只要落火 很不可以 天氣不好 因為那個風高 就是來 來請到污水的時刻 這不對 因為高雷 高雷人去請到污水 請到去 立新家 什麼家 留意 有時候 是人間罕置的所在 所以這個 特別拜託 尋釁幫發 把污水的商品 可以擠出來 尋釁幫發 把污水的工具 可以優先做房子 這比較特別拜託 謝謝科長 謝謝科長 好 下一位 我們請張士賢 張議員 好 謝主席 那個 宇宙長 今天問沒這個啦 我給你問一下 我這樣問什麼 你都這樣照公文 都一直 叫人家說就要去新生那個污水處理中 現在裡面那裡有的是人家搶 那沒搶的時候怎麼搶 它就是沒有北地啦 沒有附地 那個污水處理中要用多少 我跟你說 大家一起溜溜溜溜溜 用我們公佈問 要把八成到三天的心態 看是我們國有十三叫做土地 或是說他們要大家出錢 看有那個輸贏地買不買 這樣來溝通一下 你們如果都沒有愛 要跟你們說幾遍 都一直跟這個 當時沒有搬不可以錢 你們是怎樣 你們站在這個政府是怎樣 時間要把八成請錢而已 他就沒有搬得了 你要用多少 尤其我告訴你 這個 我們要來溫爪 不是一般的青爪 是滷爪 滷爪 我告訴你 你如果沒有用那個設備比較好的 比較會開的 會聽說我看一顆兩顆 會聽說這樣去論流這樣青 那如果要噴爪起來 不然我告訴你 是要怎樣去處理 跟他說來擠擠擠 來擠擠擠 你做得夠的 會議員 我們在九月開過一片 就讓大家做的 好啦 我就跟你說反應之後 人家的意思就是 他們就要付錢 他們都不是不付錢 但是他們都沒有百財 沒有百財 你也要有一個方案 你覺得找另外一個方案 或是要把這個 國英十三公做好的 要把這些業務到三天 那他們就 使用所附會 他們就感到要出錢 那你怎麼會這樣叫 你們就跟他們說 隨便去辦而已 對不對 各位議員 我們九月那邊 是有找一些技術 來每一項都去讓我們了解 有跟他們說 可以怎樣做 所以這個部門 我們還會繼續來做 沒有啦 我講聽了啦 因為我們現在要集中式處理 那有的土地 其實是處長 麻煩 又跟工廠 不一定拿得到 不然你要叫 他人生這樣 有的是 有的是 其他的方法 分流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個案 都沒有一樣 我會邀請你來 你親身怎麼會來 好我來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所以來看這個大事 要怎麼解決 好 好 有人這樣 承諾 用公司 跟誰叫人去辦 就沒有土地 叫人辦 要辦到底 好 你都不可能 人業主的心情 他就不是說 阿爸說 就不來心情 他就沒有土地 你還叫他做到底 所以啦 你跟 關心到這裏 所以我們站在公佈 要怎麼會協助 這樣做得到 我了解 所以大家要給最佩閒 沒有土地 有沒有土地的做法 看他可以做得到 這樣 因為 郭毅十三個有土地 大家要協調一下 大家看說 如果說 另外如果受人土地 他們也是要 負擔去買 對啊 這樣還是就有方案 那你都沒有嘛 你如果公文去 公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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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協助 所以說我快辦 讓我協助 真的這樣 都要說 不知道要怎麼辦 阿 索戈在這裏 我告訴你幾十遍 你都不清醒去看看 當時 當時要來 我五月分去一遍 九月分去一遍 這樣還要辦 我們差不多 就不是 你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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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請完科長 不然再辦一遍 我秦新來主持 看到底 現在沒有 全部了 就是跟議員說 有的都改善好了 有的是 集體改善 阿所以 我們現在 有透過 人他們改善好了 對啦 沒有透過 就不知道要怎麼改善 我現在來說 我們八月的雲山區 人政府 有出民 去把郭友成祖 或是說 郭友台 看是說 這要買共同去買 來做一個共同 整合起來 第一點 我告訴你 方便管理 你每間 叫他做 因為這我們 如果有 努力過 我就不覺得 你的生意拿出來 我覺得很好 大家都有 阿季的想法 每一間飯店 都有阿季的想法 阿所以 我們先讓他們 他們要做 他們的生活就是要做 不是說 沒有純粹 所以我們 這個 我是說 要做一個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還要接 港 要接什麼 他們的 阿季的想法 好啦 我現在再來辦一遍 要邀請議員現場來看看 好 你來 你來 我來 我來 因為議會 阿所以我們在議會 差不多 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 延長期限 我們延長期限 整個議員 關心之後 延長期限 延長到當時 現在是九十二月底 看整個議員 對阿 還有一個月 要延長三月 沒有 還有兩個月 還有兩個月 11月 還有幾多月而已 有的其實是 公司裡面 調整一個 公司調整一個 我是台灣科長這樣跟我說 他就可以做得到 阿可能花一些錢 不用再去種土地的事情 所以 我們再來處理看看 因為現在 要辦的 要辦的那個 數量已經 越來越減少了 可以讓個案來輔導處理 這樣 好不好 這沒關係 要重視一下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阿 好 謝謝議員 下一位我們請 蔡議輝 蔡議員發言 我請兩個局長站起來 請你們兩個局長 請我們議長好好不好 我們說議事 議會的高長賴鼓掌好不好 你們改正對 沒有什麼準確 以前我們 李全高議長 我們的貴府議長 發文到你們兩個單位 改正都 有遵守 把我們回到回來 現在我們高長來做 我們議會 賴鼓掌都聽你們市長的 把你們發文去 都沒什麼要把我們回 今天這順 還要出料還不拿來 這樣沒什麼好 你們 對我們議會 沒什麼準確 真的 你們現在 沒有投過議會 法就說 沒有議會法就不行 個人法 不需要提供 現在經過議會法 你們今天 工作報告不拿來 不是 看我們高長好求人 現在我們高長賴鼓掌 是 不聽你們市長 跟我們選擇 你都不要插完你 我說的是你聽我沒有 我們議會賴鼓掌 你覺得 聽你們市長的 你也很準時 今天 工作報告資料 也很準時看來 不是這樣 經過議會法 不準我們 你們 你們的資料 我法律都不要做 外政局也不要來 你們也不要來 你們環保局自然不拿來 外政局自然不拿來 不是怎樣 環保局是哪一件 你問你議科長 你問你們 韓科長 如果是議會 韓轉那一件 我們是 我們收到您的 我們收到您的副本 但是我們還沒收到 議會韓轉那一副 有啦 有啦 你問你們科長 比較多一點 都屬於成功人 我就是 就是因為你頂完 以前李全高 貴信用在做 你們都遵事 現在 我們賴鼓掌 你們就看來 改正聽你們市長的 你們都不敢插嚇我們 不會這樣啦 說這樣比較粗 難聽了啦 好啦 市長 我們市政府改正在大市場 這場地 都沒有 貼擠沒法擠 要怎樣就要怎樣 你們兩個有收到 就要感謝你們的 這個感謝報告 剛才你說有看嗎 有啦 他裡面其中一點 射到 國配 跟我們說 你們有貴姓 八成要國配 你們不可以不受理 你們看來很困難 我們剛才說 鐵路董儀 要信任檢察院 檢察院是對的啊 這間你們有生日 檢察院對不對 他幫你寫十五十六點 你們有生日 還是他們都不對啦 他們寫有禮 還是 鑑察院在說 你不要跟他插衣啦 議員 林議長你先說一下 因為 這個文是由衛生局收文 對啦 沒關係啦 你們有人要國配 你們要接受嗎 至許國配案 我們的所有的市民 依法 都可以提出國配 你不要跟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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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他 不要跟他 接受 好啦 不要說這個不好啦 那後來裁決是 沒有做賠償 不是不接受 是沒有賠償 啊 你們的理由 跟說過你們這個 政委的議員 說得難聽 要怎麼隨便人 你們 願意怎麼就怎麼 多少多少 你們自己在割的 議員全體就說 這麼多人 多少 一個意思 國配你們 就跟你們有問題啊 怎麼還頂上去 你們要跟他們 他如果 依法送進來 就依法行政再去 你跟他拿走 說你沒有貴心 這個就看行政流行 因為不是在衛生局 做接近的工作 好啦 市長 監察他們的 補合下去了 我們的政府單位 有貴心 他 我念一下 我念一下 不好意思 還有時間 因為本人說 我還在說 他有時候有很少 十四 十四 你都看得到 有沒有 有 你有什麼 你怎麼說 你也說 你怎麼說 一定要兩個月以內做這個回答 有啊 我兩個月在送箭啊 我兩個月在送箭啊 我們衛生局的部分已經弄完層到一層去了 那因為還有一些問題是環保局是民政局還有其他的 所以我們會依照規定在兩個月以內 市政府不升級你不對啦 所以人家頂上去你們就不要受理啦 說市政府不不對啦 所以到處現在簡單來做一個公審 做一個狀態就說市政府很多原因不對啦 我們到現在也是我們過去真正的 我要配你們也不要人插啊 說我不對 市政府都說我不對啊 啊 政府下去了 感謝你 拿去自身毫無人工程度 但我忘記要這樣做 然後我們在參與 我們需要做一個人的 選舉的 行為 我們會發揮 我們會發揮 民主的政策 我們會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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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環保局的工作大概幾年了 台南市環保局 你在環保局服務幾年了 台南市環保局是四年的副局長 四年的副局長 一年多的局長 在你的任內從副局長到局長 你的行政經驗應該非常的豐富 一張假期的處理 那個假期會記錄處理許可證 它的一個撤除時間 通常如果在宿驗 透過宿驗的一種方式的話 最長可能是幾年 你聽到嗎 報告一言 就是你的個人經驗裡頭 你看到就是你所有在 所有的假期會記錄處理許可證裡頭 它最快跟最慢的時間點 在你的經驗裡頭可能多久 你是說合可嗎 合可申請許可嗎 還是撤銷還是什麼 撤銷 撤銷 如果撤銷的話 它違反確定案的話 撤銷就很快啊 是啊 會多快 撤銷有可能三天 有沒有需要透過一個宿驗的方式 宿驗就是經過我們撤銷以後 業者行使他的行政救濟權利 他可以去訴願 廢止我們的撤銷 是 局長 在這個整個撤銷的過程當中 一張假期的那個 許可證的處理在市場上 通常這一張的交價大概多少錢 它需要經過五年的一個處理 就是申請 它才會下來 這個許可證才會下來 對 大概你在市場聽到的 這張許可證如果是轉爛的話 它的市場的價錢大概多少錢 我向議員報告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這樣我告訴你 起碼超過一億 起碼超過一億 因為它要花上四年到五年的一個申請 所以市場起碼化到八千幾幾 好 我告訴你 好 局長你請坐 那個 那個儀科長 事業會 事業會器物管理科儀科長 科長你知道我要問你哪一個案子嗎 應該是宏遠科技的案子吧 沒有錯 在你的任內 所有的甲級會器物處理許可證 就是 把它等於是會處的 就是只有這一個甲處嘛 對不對 我們廢止甲處 是這一家 已出也廢止很多家 我跟你說 所有的甲處就是這一家嘛 我找到的資料 我沒有從你那邊調 我從另外一個那個管道去調 這個罪行重大是不是 為什麼你可以在 業者告訴你說 是不是 是不是 讓我來宿願 讓我來陳述 你告訴他 都不用啦 怎麼會這樣 我跟議員報告 你有針對性嗎 宿願是他行使救濟的權利 你不用再告訴我這些 我當然知道啊 可是為什麼你這一個課長 可以做得這麼大啦 也可以這麼 就是這麼神啊 我沒有跟業者講 你甚至 甚至都不願意聽業者告訴你說 欸 我認為 我有什麼樣的一個委屈呢 業者沒找我講啊 你說業者沒有找你講 他沒有講他有什麼委屈啊 他沒有找我講 他有沒有找你講 在某一個議員的服務處 有沒有找你講 他講的不是他的委屈啊 在我們信義區的 民進黨的議員服務處 但是他是有找我去了解狀況 議員有找我去了解狀況 但是我聽不出來 他要跟我講的是委屈 好嘛我跟你說 科長 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 實在是疑點太多了 疑點太多了 會後來做報告 好不好 你請坐 那個 我也是跟環保局長 提醒一下 某些科長 跟我們的議員同事 走得太近 這個你是必須要去監督的 你必須要去監督的 七天有五天做會喝酒 像我們不能喝的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跟你們做朋友 怎麼辦 我們就沒有手怕膠了 你請坐 局長 本期在請教你 針對的就是說 從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到隔年的四月 是一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時候 我們今天看到聯合報的一個頭版 它有特別講到說 環保署 建議提高空污的會用 是 空污的會用 所以這個已經是環保署 一直在重視的一個議題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的環保局 有沒有做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一個什麼樣的計畫 應應呢 是 謝謝議員的提醒 那 事實上 今天聯合報會登這個 在環保署的會議上 我們之前就已經有 召集地方政府 大家來開會 那基本上對於懸弧為例 細懸弧為例 對於我們空氣品質的一個惡化 署裡面包括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大家都要有一個新的政策 所以要提高空污費 這是其中之一種 那我想我們地方政府 如果這個法令能夠通過的話 我們地方政府 也會配合全力來 當然是一定要配合 中央已經是通過了 如果是法言已經通過了 可是我從很多書面上的一個資料 是 我看你在營建工地的一個 固定污染源的一個管制 顯然是不夠的 固定的污染源管理是不夠 那移動的污染源的管制呢 你認為夠不夠 當然這個跟議員說明了 這個很多事情我們不敢那麼自滿 我們還是隨時要講 夠不夠 你只要回答我夠不夠就好了 當然永遠都不夠 當然永遠都不夠 所以你就是一直在推動的一個 就是我們的電動機車 台南市在空污管制上 這天你推動的一個電動機車 你認為這個政策好不好 這個是正確的方向 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對 一台電動機車要多少錢 大概4萬到5萬 4萬到5萬 政府補助多少錢 政府再加上地方政府 合起來大概2萬多塊 補助2萬多塊 對 好 一個電動機車 那目前在市場的佔有率 大概多少 整個大台南 不多啦 不多 少到什麼程度 大概低於10% 10% 所以你的充電站相對的也是少 那你覺得這個政策是不好的 不是 還是呼嚨的 還是有人 他就是要更換機車的話 他還是不去考慮電動機車 你全台南的電動車的充電站有多少 500個零四 那在大新營地區 就等於整個西北地區有幾個 57個 57個 那你覺得這個比例呢 當然 電動車使用的人 會不會是老人居多 會不會是老人居多 電動公車 電動機車不見得是老人 不見得是老人居多 就是說基本上他就是認為這個是對 可是本席的資料就是說 不管是在後幣在信營區 其實採買採買的人 因為我可以從這個補助的一個 款項裡頭去找資料 我是從源頭去找資料 是 發現其實有很多 是65歲以上的長者來使用的 結果 大信營區真的窮了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欄展也移掉了 所以搞不好到了明年 我們燈 我們夜景港的燈姐可能也會移 要移到哪一個點去 當然這是題外話 我只是告訴你 西北什麼都移出去了 只剩下老人 結果你這個充電站還這麼少 充電站是 跟議員報告 充電站是我們設的一個工的 一個充電站是說 讓民眾出來不方便要補充的時候 其實充電站在自己家裡面 晚上都可以充 所以應該是公私兩用 所以這個車子只是用在 我跟你講 放在充電站在外面 就是有一個便利性 你不能講說 家裡頭也可以充 就像說你不可能就是加油站多 就是這個原因 局長環保局有沒有APP 環保局我們有一個這個 所以老人也不看APP 你剛剛講你說電動機車 如果在你的認知裡頭 不是老人申請的居多 我只是看西北的資料 是老人申請的居多 那是不是集中在 沿台南市的是 年輕人申請的居多 那年輕人申請的居多 他就是看APP 我手上的這一份資料 是從台北市 好給一分鐘 謝謝主席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沿市區是年輕人 申請的多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補強 這個智慧程式的這個手機的APP 這一環 充電站 這個我們應該要做的 對 我們現在只有收集垃圾點 多久要做 這個如果500多站 我們來立刻推動一個上網的 不見得是APP 進到我們的網路網站 就可以查得到的話 那個很快啊 我跟你講你甚至兩天就可以做好 我們會在經過這次質詢回去 就會檢討 我想今天是31號 可以在11月10號做好嗎 我們就把這個進度 如果10天應該是可以的 我們先進到我們的 10天已經太多了 我們進到我們的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局的網站 先放在局的網站 很簡單的一個程序 很快你就可以做好了 好 我還會再上你的網頁去查 可以可以 你是不是有做到 好 好不好 好 局長 謝謝 好 我們下一位請那個王嘉珍 王議員 那佳志姐你先請坐 我在這邊跟我們大會的同仁報告一下 等王嘉珍 王議員發言完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然後再下一場的那個 那個議員的那個工作質詢 好 現在我們請王議員發言 區長 我想跟你請教一下 議員長 類似我上次麻煩櫃局處 來處理的 我們台南市巷弄裡面 所謂的髒亂 所謂的這個堆積物造成環境的 這個污染情形 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你們有沒有做一個全市的查核 跟議員報告 我們從去年開始登革熱這個狀況以後 基本上這種所謂的個資業者 我們全市已經通盤查過2200多處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基於登革熱的關係 不然就跟他購買 你就不要再做了 或者是你如果要繼續做 你要符合規定 所以採取預防補助還有積查的方式做 但是我的意思說至少我跟局長提供的那樣子的一個狀況 是長年成科對不對 我知道 那當然老人家齊情可憫 然而老人家造成的問題 不光是鄰居也是他自己身體狀況都有可能受到這樣子的所謂資源回收造成的髒亂的影響嘛對不對 所以我要麻煩局長 您剛剛講了全市2000多個案例 這樣資源所謂的資源回收 各體戶 對 各體戶嘛 那他們是不是絕大多數都是中低收入戶 也需要社會局的一個系統加以輔導 或者他們是某種程度 你也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們不見得環境不理想一定要做資源回收 可能就是一個習性的改變不了 因為我知道我聽他們講說 還有裡面的住家也是非常非常的髒亂 長年沒有人要清理 那個也是可能造成登革熱的來源嘛對不對 所以我要麻煩局裡 針對這2000多戶所謂的資源回收戶 個體戶的作為 加以柔性的勸導 可是你的勸導也應該要顧慮到其他我們住戶的安全之餘嘛對不對 也要給一個時間好不好 就譬如說這個case 我們的服務處也去好言好語的跟老人家接觸了 我們絕對是一個很尊重很客氣很體諒 然而不是光所謂環境 他自己的身體在那種狀況之下也會遭到影響嘛 所以麻煩局長把他當不是單一案例 而是詮釋有2000多個類似這樣的案例 仔細的關心他 看怎麼能夠處理好 麻煩你們告訴我們有沒有成效 是不是 年底之前 當然現在天氣稍微涼快一點 可是我們仍然希望是一個美麗乾淨的台南 另外局長針對所謂的龍騎這個叫做掩埋場的案子 賴清德賴市長目前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啊 我們台南市政府基於這個地方政府的立場 我們基本上是依法行政嘛 不要跟我講依法行政 謝謝你們永遠依法行政 這依法行政是賴清德說他的法 還是我們大家都能夠欣然接受的法 今天這個案子關鍵點在於說賴市長要不要同意嘛 好像已經在這邊 而且拖了很久了嘛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嗎 那是怎麼樣局長你解釋一下好嗎 因為他現在那家公司 我們台南市政府在最後一個文104通知 他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設立的經濟部 我們告訴他們說地方還是有民意的反對 當然 然後請要加強甚至溝通的時間 其實當年的設定的時間都已經超過這個期限 是 所以這個要有請就是基於告訴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些事情 那當然近這一段時間來 包括地方的民意或者是這個 NGO團體還有這個 甚至也有贊成的民意 都有不同的聲音都出來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就環保局的部分 當然民意的部分 我想歐心公司他自己主動要去溝通到 局長 今天歐心站在他做事業的立場 他一定算到有利可圖 有利可圖不是壞事 只是呢 你這個有利可圖 你能不能夠讓地方人士 接受你所謂跟地方之間的回饋 可是你所謂跟地方回饋又影響到 我們NGO團體看到的環保問題 它事實上是一個要對壯的情形嗎 因為很多年了 這個case不是說突然又冒出來的 它已經很多年了嘛對不對 如果以我個人的潛見來看 我們地方政府應該更有高度 這個高度不是一時的圖利 一時的所謂依法行政可以滿足 他們所謂按照執照啊申請什麼之類的 他聲音這麼大的情音之下 不要釀成類似南鐵反東儀 這樣子強烈的一個質疑抗爭 造成我們重大政策的沒有辦法落實 所以我剛剛跟規矩拜託了 就說你們的高度要拿出來嘛 譬如說非核家園是你們講的 可是以我個人來講 我不認為非核家園 它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是不見得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們既然覺得 你們站在那麼樣環保的立場 類似這個案子 目前的生意已經這麼大了 兩方人馬都在各自做說服的動作了對不對 我們都收到了相關人馬的說服 局裡包括賴清德市長 要很審慎的對這個案子做裁決 因為顯然是賴清德最後的決定權嘛 那還有我們會希望賴市長有擔當一點 這個案子市長譬如說明年要離開還是怎麼樣的話 總要給地方一個交代 局長我想你了解我的意思 拿出高度來讓我們的子孫 有一個更美麗的台灣 這是你們常常愛這樣講的我非常同意 所以希望審慎考慮這個案子的可行不可行 局長你請坐謝謝 來我們林局長這邊 局長你當然收到這個了嘛對不對 你無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剛剛我們這個非常關心這個議題的 蔡議員這邊有沒有提啊 就是說這個是針對民眾 向監察院檢舉監察院給的回文 局長當然收到了 局長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上次我們有幸跟嚴副市長同臺 嚴副市長非常非常開心的報告 今年本市只有兩例登革熱 是沒錯 那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也跟著開心 因為今年如果只有兩例登革熱 是不是因為死了去年114對不對 應該是112 112 112為我們鄉親 讓台南市終於讓台南市政府 相關單位終於知道要徹底的檢討反省登革熱防疫了 才使得今年登革熱的案例兩例 我們當然要肯定今年兩例是讓大家放心的 但是去年的冤魂 去年的冤魂到現在 我想我們並沒有給人家一個交代 這邊第15點裡面 第14點裡面 他有跟陳情仁講說 可以先依國家賠償法 以書面向公務員所屬之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 並得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以赴程序 局長 是 您 我們永遠講醫者父母心 您應該非常的同理 您對監察院回給本會 包括你們都收到的 這個公文裡面列舉的15項 貴士貴府的書師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想 人非聖賢嘛 誰能污污 當然 就是說如果真的有比較做的不完整的地方 我們當然是做適當的一個修正 那其實議員講到這些東西 我們 因為監察院規定兩個月要回問給他 那在衛生局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主政的收穩單位 是 所以我們完成我們府內的相關的簽合 送到一層 但是這個要有其他局處的部分 就包括您剛才講到的國賠的部分 那因為大家知道說去年當然有些民眾有提起國賠 那是在法治處 那當然結果當然是沒有做賠償的動作 那民眾本來就有權利去提出相關的一些請求 我是覺得您剛講你是主棋式的主管單位 你們局處式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顯然 好再給一分鐘 去年顯然這份監察院的報告 他整個的一個所謂調查的報告並沒有出來 一直到10月的時候 我們才收到這份報告 對不對 所以曾經有人申請國賠好像是被駁回是不是 我有沒有記錯 是 OK 我還是要講這句話局長 用這個什麼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作為對112條人命的一個借口 基本上是我們很遺憾的很痛的 我覺得這是不夠的 我要請教局長 我們再次積極的非常負責任的 協助這些死亡的家屬做國賠的要求 局長您覺得如何 我想民眾本來就依法可以提到郭北 你不是民眾依法嘛 但是你聽我講完 我們本會也提出來要求你們賠償 對 我知道很多的民間的團體或議員都有協助他們做 但是這個東西是直接 法治處去做相關的處理 那如果需要衛生局提供相關的資料 當然我們很樂意啊 走來 那麼快 更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等一下再做进行议员的咨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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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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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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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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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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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